干杯 我们吃点甜点好不好 好啊 服务员 你好 你们这儿有什么甜品推荐吗 我们当季有巧克力芒果束缚蕾 特别受情侣的欢迎 您二位可以试一试 情侣 你以为我是她干女儿啊 珊珊 小姑娘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们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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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服务员可能是刚来的 给你们带来的不便 请谅解 这样我们送一束玫瑰 然后表示我们的歉意 祝你们甜甜蜜蜜 幸福长久 我们是妇女 不是情侣 爸 看看你太年轻了 继续努的工作啊 好 第一步 制造灾难现场 灾难越大越好 这样可以凸显你的饱受摧残的可怜样 诱发他的怜悯之心 第二步 敲响他的方能 将你娇柔无助的一面 呈现在他的面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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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好 来 帮我抱一下逗逗 刚才他又尿了 我这正说给他洗衣服 放下他他就哭 没想到你一个单身奶爸早上起来 比女生还忙啊 是啊 我还没有画 你看 又要尿了 哎 这洗衣是咱们上次逛超市买那个吧 对啊 好用吗 好用 我们家一直用这 你别画小画啊 没有 我有正上 怎么了 我们家水管爆了 你能帮我一下吗 还挺严重啊 其实工具买得挺齐的 除了做金融 你还搞兼职啊 这不是有备无患吧 这工具还都挺新啊 没有早买了 嗯 不是一直没派上用场 第三步 借助此次突发事件 与其齐心合理想办法出主意 自然会形成一种默契 让感情升华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嗯 我给你打下手 不用了 你帮我抱着逗逗走 完成以上三步 就基本上水到渠成了 剩下的 可以自由发挥 修好了没有啊 你这水管跟俩拿锤子砸过一样 我将就弄了一下弄不好 你还是找物业吧 不是 你不都说了吗 爸爸都是英雄 我把这英雄的机会让给别人了 逗逗 来 抱抱抱抱 爷爷奶奶今天有事 我得把他送到他男那去 哎 我 我 我这水管 今天给你放半个小时架 允许你吃到半个小时 哎 你可真把我害惨了 你这给我出了什么招啊 对崔完全不管用 不会啊 这招是必杀技啊 是哪出岔子了吧 他根本不会修水管 把物业给笑来了 你看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吧 他是冷水冷 你就不会说你有孔水症啊大姐 什么 孔水症 这招我真没想到 哎 喂 你等会儿 我有个电话进来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喂 喂 馨头 你别提我今天有多倒霉了 我家水管爆裂 把我高跟鞋全给泡了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一个愚愚疙瘩 真的 完全没有惊喜 完全不结招 哎 我到办公室了 先不跟你说了啊 哎 莎莎 晚上请你吃个饭 好大的惊喜啊 好大的惊喜啊 别装了 不是你让大男威胁我 让我进吃完呢 嗯 什么是大男 送大男 哦 他信送了 没事啊 哎 早啊 早啊 沒有 别了 10 21 23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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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 6 8 6 9 717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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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82 9 1313 23 喂 是我 你干嘛呢 小北呀 我能忙什么呀 这不是上班赚钱的吗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你那个宣传的事 我可给你搞定了 我给你联系了一家电台采访 这可是个好机会 你得好好准备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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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吧 这样 你说你想吃什么 我请客 真的 行 今天晚上我刚好有空 给你的机会吧 今儿晚上不行 我得接我老婆孩子去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就那个采访的当天 你先说你想吃什么 我去定位 咱们采访完了 直接去 怎么样 行行行 你看你那点出息吧你 就这么着吧 挂了啊 拜拜 请冯婷婷婷小姐上车 谢谢老头先生 谢谢 老婆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我就是想送我老婆礼物了 哦 难道我想让我老婆开心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老婆 以后你只要准时回家安分手机我比什么都开心 嗯 拜拜 我早告诉你了 物质是腐化不了我娘心的 哦 老婆 我也早告诉过你 你要看用什么物质去腐化 最近业绩不错呀 还是最辛苦的呀 老婆 我认为吧 要送老婆一定要送最好的 老婆 你看你平时在公司上班 总穿这种职业装 上面什么点缀都没有 难免会显得太严肃了 哎 你看 老头 把凶人一配上立马就好多了是不是 哎 老婆 我看见韩剧里那些公司上班全这样穿特帅 老公 如果你平时做任何事情都能做的 像送我礼物这样完美体贴的话 我就太开心了 哎 老婆 你为什么 那每次表扬我的时候都捎我一句呢 哎 你敢不敢结结实实的表扬我一次 老公 我已经丧失他将你的努力了 好吧 哎 哎 老婆 我 再告诉你件喜事啊 说吧 但是你不许生气 是喜事我生什么气啊 好吧 我准备参加汽车拉力赛 我说呢 好端端的 又是接我下班 又是送我礼物 感情你们真是没安好心心怀鬼胎啊 哎呀不是老婆 这明明两码事嘛 你干嘛要联系在一起呢 哎呀老婆你知道 参加这个汽车拉力赛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啊 你就不能偶尔支持我一下吗 好吧 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条件 赛车就要像赛车的样子 离那些像小妖精一样的车模远一点 老婆你放心 一百个放心 我现在的心态 可以用一句诗来表达 百花从中过 遍夜不战身 爸 牛吹够了 就开车吧 好嘞 儿子 宋大南就这么成了你的朋友吗 为了让我请你吃顿饭 跟我谈判了好几轮 临客户还难缠 这货 居然把高中考试 给我送纸条的事情都犯出来 行了 行了 明明是你心里愿意请我吃饭 你非得说成被别人逼着来的 自成可以点饭吗 可以可以 我请客啊 别跟我客气 也不用优省钱 放心吧 你难得请我吃顿饭 我绝对不会客气的 随便点 台式三杯鸡 葱豹大虾 干边四季豆 凉拌萝卜皮 酸辣汤 微辣的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你肯定在想 怎么全是我爱吃的 今天是我请客 你可以点点你喜欢吃的 不用照顾我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行了 就这些 从现在开始 我要适应你的生活方式 莎莎 在工作当中呢 有什么困惑 业务当中有任何问题 现在都可以和我反馈 领导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喜欢餐前吃水果对吧 咱们要个果盘吧 服务员 不用了 不用 服务员 不用了 莎莎 其实我 心里挺感动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吧 小婷生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小婷 小婷 嗯 赶紧深色点啊 可是一会儿再进去 你聊什么 你聊那么热闹 我刚才说我生奥特的时候 他哭了 他打死我不承认 怎么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我证明啊 我完全可以证明 他那时候泪流满面 我两条袖子都已经空下来了 缺一点 你看你看 就跟你溜好似的 那那那那 豆豆书生的时候 他满医院跑着喊 说我大 我有女儿了 我有女儿了 最后差点跑女厕所去 女儿那是假的 是假的吗 没事 没事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怎么好玩啊 特特别好 行行行 别别说了 来我进去看看 笑了 走走走 那个奥特在这豆子旁边玩呢 那有无论 大人听我说 你必须让我第一个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孩子睁眼 看见第一个人 他肯定长得像他 知道吗 来 听 对对 有这种说法呢 当然了 那我得第一个让他见我 我 我瘦的时候 也像刘德 为了孩子像吗 照相 你还是领怨的 你俩能不能冷静地 面对一下现实 应该让我进去 要不然孩子将来长大了 会怪罪 你找我 快 快 对 我得先谢谢你 我得先谢谢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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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开始小弟抱着小孩 好感动啊 我都想快点上一桌 生孩子很痛苦的 可是也很幸福对吧 要不然当时逗逗出生的话 你也不会对着满医院的人喊 我有女儿了 妈 是啊 那会儿挺兴奋的 很激动 平时看惯了你在单位 板着脸的样子 我还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感兴的一面 要去趟父母家吧 我要把逗逗送过去 明天出生 你去哪儿啊 广州